今天就和大家讲一讲维他命B12 大家经常会听人说 你怕缺乏维他命 要买些维他命来吃 我今天就和大家解释一下 如何才知道自己是维他命B12缺乏 如果真的有的话 应该如何去补充才是最适合 是不是真的就这样买一瓶就可以解决问题 维他命本质上是一些物质 我们就没办法由身体自己制造出来的 一定就由在外界的食物吸收回来 维他命缺乏的病现在已经很少了 应该说在我这个执业的生涯里面 都已经很少见了 因为社会已经富裕了 在我小时候或者再前一段时间 很多人就真的不够饮养不良 维他命缺乏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维他命B12 或者其他维他命的计算 你没办法在身体合成 你可以吃的 你又不是不够饮养 如果你正常吃东西 都很少人缺乏维他命 B12也一样 B12的来源 最主要是红肉 即是肉类的东西 比如鸡蛋 或者奶类的食品 里面都有很多维他命B12 很明显如果不吃刚才那些东西的人 即是说完全 绝对守得很严谨的素食人士 就要小心一点 不过素食人士 多数都是受过很高教育的人 其实如果他真的素食的话 应该知道有机会缺乏维他命B12 这些人可能真的要去买一些维他命B12来吃 補充足够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B12这种东西很有趣 他要吸收 他只吃下去就吸收不了 他就要靠身体 就产生一种物质 那种东西在胃里做出来 那种就叫做Intrinsic Factor 是一种蛋白质的东西 即是说有点像甲慢的鎖匙 或者是一些Password 要两个合在一起才能开到甲慢 即是说维他命B12吃下去 再加上胃造出来 这种蛋白质 Intrinsic Factor 那两样加在一起 他就可以给我们的肠吸收 他又很吵吵 他又不是整条肠吸收 主要是在小肠最尾那一部分吸收下去 之前那一部分不会吸收 顺理成章都会明白 究竟什么病的人会有维他命B12缺乏 很明显如果有一种病 有一种病是很有趣的 身体产生一些抗体 它就黏住了Intrinsic Factor 就是胃造了Intrinsic Factor 但是如果这种病的人 它就产生一些抗体 就是黏住了Intrinsic Factor 令到它没有作用 那么这个Intrinsic Factor 它就不能够黏住你吃到肚子的B12那里 那么B12就这样游离状态 找不到这个Intrinsic Factor 就是大家合在一起 它走到小肠最尾那一部分 都是吸收不到的 那这种病呢 就有个名叫做 恶性贫血 叫Planetious Anemia 恶性贫血不是恶性肿瘤 不是真的跟癌症没关系 主要就是这种病 就是产生一个抗体 就黏住了Intrinsic Factor 让我们吸收不到B12 那既然吸收B12加Intrinsic Factor 这件事呢 就要靠小肠 小肠最尾那一部分 那么如果你的肠有病 比如说那一部分 肠就发炎了 最常见就是现在的 Inflammatory Bio Disease 它有两种 一种叫Alcerative Conitis 一种叫Clone Disease 就是黑龙病 那这些肠就会长期发炎 发发炎那肠就坏了 或者就是要黏住 要做手术 割了那肠 那如果没有了小肠最尾那一部分 又是吸收不到B12 那又是会产生问题的 那说了那么久 B12在身体有什么作用呢 很简单的说 两种作用而已 那一种呢 就是帮我们做血出来 就是说呢 做些红绿靠白血出来 那第二样 就是呢 就令我们的神经健康 这样运作 那来说一说第一样东西 如果我们吸收不到 维生命B12的话呢 那便会有贫血了 那我刚才也说过了 我刚才也说过了 恶性贫血 那通常就是 面青青啊 蛇都很弱啊 蛇都头痛啊 很累啊 那第二样东西呢 不够B12呢 就影响我们的神经健康的运作 那它主要呢 其实影响我们脊髓那里 那神经线呢 就好像那些电线那样的 它有一些 就是有一层 绝元体 有一些 包了一层胶 那些电线包了一层胶 那就是说 你里面的铜线 包了一层胶 那它的电线才会 走向你 你想要它走的方向 那就是说 如果那层胶烂了 那就没有了绝元体的话 那变了一些电线 卡在一起 那就是铜线痴铜线 那些电线就会短路 短大龙 那这样的了 那如果没有了维他命B12呢 那神经线也是一样的了 神经线呢 其实有些细胞包住的 那等它呢 就是那个传道 就是神经传道 就更准确一些 那如果没有了B12呢 那个包住神经线那层细胞 就会有些退化的问题 那神经线传道就会出事 那通常那些病症呢 就主要就是那些感觉那些 就是说那些手手脚脚麻痺啊 就是有些针鸡矮咬那些 那这样 那厉害一些呢 那因为没有了感觉呢 那只脚踩落地 就好像踩落棉花那样 那没有感觉呢 那就会很容易跌 很容易站不稳那样 那听到这里呢 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呢 那会说 哎呦我都有贫血了 医生都说我有贫血了 那说的呢 就不是那些来的 那这种B12引起的频率呢 就和那些年轻的女性 因为经纪多啊 那就是流失的血多 那些缺帖性的频率 不够帖的频率 是完全两回事来的 那就不是那种病了 那就是说 如果B12缺乏的话呢 多数都是老人家的 就是老人家的病人比较多些 那要么如果年轻的话呢 就是狂喝酒那些 就是酷喝酒那些 就是酷喝酒那些 因为酷喝酒的人 那些人不吃东西 那便不够营养 那也会有这些问题的 那一是呢 就是刚才最初说的那些 那些 就是少见一点 其实就是那些 素食得很紧要 又没有吃食物那些人 那好吧 那如果真的有这些病 那是不是真的 就这样吃些 维他命就可以了呢 那很明显 如果你是素食那些 那你只不过是吃少了 就是你不吃肉类 不吃鸡蛋 奶类产品的话 那你当然又吸收不到B12 不够B12 那这些人买些 就是一粒 那一粒 那一粒 那吃下去就可以了 因为你吸收的机制 就是说你的胃 那里产生 那些 那些细胞又正常 那你的肠 小肠最尾那一部分 又是正常 那你吃些维他命 不可以解决问题 那一部分 如果那些人 是因为腸有病 或者胃 就割胃 胃有事 那一部分 就不能够产生 帮助维他命B吸收的 脂肪 或者小肠最尾那一部分 就不在 然后就没办法 吸收维他命B12 再加上脂肪 那个百合时的份子的话 那些食物都没用 因为吃下去 你没有脂肪 或者你没有了 那些小肠也吸收不到 这些是需要打针才能解决问题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记住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